男孩这辈子第一次抽鞭炮 就是一个大美女给低的火 火光照出了美女的全貌 男孩只看一眼就正在了原地 因为对方竟是他迷恋已久的爱豆 阿令手中的鞭炮硬生落地 女孩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 没想到这个偏僻的小镇也能有人认出自己 不过很快他就恢复了平静 只见他屈身捡起了掉落的鞭炮 温柔地塞进了阿令嘴中 并且再次为他点起了火 亲密的动作让空气变得格外暧昧 也让阿令产生了一丝不真实感 堂堂一个爱豆竟然亲自为自己点火 哪怕自己的生命就此终止也绝对止了 令他没想到的是 下一秒小指竟然主动提出让他带自己兜风 因为刚来这个小镇 他想多了解一下这里的风土人情 就这样 两人吹着晚风穿梭在小镇的每条大街小巷 阿令也顺势向小指打开心扉 谈起了自己的家庭情况 从小父亲就抛下了他们一家人 单亲母亲不仅要每天伺候痴呆的奶奶 还要照顾脾气暴躁的家里东哥哥 因此每当他对东京产生一丝向往 就会迅速浇灭这种想法 毕竟自己一旦离开这个小镇 就相当于抛弃了含辛茹苦的母亲 小指好奇地询问他为何第一次见面 就会告诉自己这种私事 阿令犹豫几秒 随后坦诚表示小指和他是两个世界的人 就算说了也不必担心有什么影响 此时的阿令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就在两人即将告别之际 小指的目光突然锁定在了不远处的河流上 那是某位小说加笔下的殉情谈 由于小说销量大爆 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 虽说阿令没有拜读过那本小说 但经常会有预问录的读者 一旁的小指突然转过头来 阿令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被小指的花下的 两人才认识不到半天 没想到对方竟然向他发出了这样的邀请 小指看出他的不解 淡淡地解释自己并非心血来潮 确实如此 阿令一出生就看到了人生的尽头 每天都在这个小镇重复着无趣的日子 接触着同一个圈子 上完高中就要打工养活佳人 与其这样混下去 不如和自己喜欢的爱豆一起殉情 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后 小指将阿令带到了自己家中 表示要让他在死之前感受最后一丝温存 为此他还特地换上了一身打歌服 不过阿令由于过于紧张 两人迟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好在小指足够耐心 在他的温柔指导下 阿令这才勉强完成了整个流程 想到两人即将奔赴另一个世界 阿令内心五味杂沉 他缓步走向厨房 打算洗把脸冷静下来 谁知就在这时 一个中年男人推门而入 男人云淡风轻地瞟了一眼阿令 眼神中丝毫没有见到陌生人的惊讶 反而阿令无比干大地缩了缩身子 女爱豆穿上打歌服和男孩亲热 突然一个男人推门而入 阿令被小指的回答下了一哆嗦 一时间竟不知道爱豆隐婚的新闻更爆炸 还是被他老公撞到偷情更尴尬 但仔细看在场三人 除了自己都没有任何情绪起伏 阿令穿上衣服慌忙逃离 分明小指刚才还和他一起在街头兜风 甚至约好了一起投身训情谈 结果到头来他已经结婚了 并且那个胡子男发现自己后竟然一点都不生气 阿令李不清这一团乱马 继续狂奔着逃回了家中 隔天一早 楼上的家里蹲哥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暴躁怒吼 痴呆的奶奶也不停地痛苦声音 阿令照例被这些令人窒息的声音吵醒 努力微笑着当一个乖巧懂事的儿子 如果他不这么做 本就辛苦的妈妈肯定会更加心累 母亲欣慰地笑了笑 之后又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好奇地询问家里的自行车在哪里 阿令这才猛然想起 昨晚由于走得太急 自己把车子忘在了小指家里 她匆匆下楼准备向母亲解释 但仔细想想还是把花咽了下去 毕竟昨晚发生的一切都太戏剧化 正当他在心里编造借口的时候 小指的丈夫胡子南将车骑了回来 而且看样子他和母亲还是熟人 胡子南心照不宣地隐瞒了昨晚的事 母亲在向阿令确认过后 勉强相信了胡子南 然而胡子南接下来的一句话 直接惊掉了阿令的下巴 没想到他竟然向睡了自己老婆的人表示感谢 阿令疑惑又无奈 母亲没有听出胡子南的言外之意 看着男人逐渐远去的背影 他再三叮嘱阿令不要和对方接触 因为他可不是什么好人 阿令文言若有所思 当天放学后 好友茶子将自己喜欢的殉情小说安利给了他 阿令缓缓打开封面 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这本小说的作者不是别人 竟是小指的丈夫胡子南 阿令强装镇定 就连身为书迷的茶子都觉得她是个人渣 看来母亲确实说得没错 就在这时 茶子发出了一阵惊呼 原来二人共同喜欢的小指因病终止了所有活动 阿令盯着手机上的新闻 不禁联想到人品恶劣的胡子南 说不定小指之所以离开东京 来到这个无人知晓的小镇当便利店店员 都和那个渣男老公有关系 想到这里 他迫不及待赶到了便利店 牵起小指的手就一路狂奔 无论如何都要兑现昨晚一起殉情的沉默 作为一个同样情感受创的人 他深知只有这样才能让小指彻底解脱 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 两人刚到殉情谈 小指就脱起了衣服 女爱豆邀请男高粉丝投合殉情 谁知刚到河边女人竟自顾自解开了衣服 阿令想起了两人昨晚的幸福时光 心中产生了一丝悸动 随后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小指缓缓撩开衣服 温柔地将阿令耐入怀中 阿令自小被单亲母亲抚养成人 家里除了两人 还有一个脾气暴躁的家里敦哥哥 和经常嫌弃自己的痴呆奶奶 年仅时期的他分明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但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 他不得不在高中毕业后留在小镇 还被母亲安排到发小家的便利店打工 千疮百孔的原生家庭 和无路可退的人生让他喘过气 因此当只见了一面的偶像 小指邀请自己殉情的时候 他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不过他很好奇小指想死的原因 两人确定了彼此赴死的决心 牵起双手坚定地向殉情谈走去 谁知就在他们即将下水的前一刻 阿灵的老师见识不妙 当即就要拉两人上来 不料突然脚底一滑 险些栽进水中 小指将他救下后便扬长而去 阿灵则被老师带回了自己家中 老师不解阿灵为何要寻短见 他坦诚地表示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得到解脱 谈话间母亲突然打来电话 紧促的铃声让阿灵呼吸加快 胃里的东西不断向上翻涌 他捂着嘴巴冲到洗手时 恶心地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 阿灵被那个夹压得拖不过气 只是一通普通的电话都能让他条件反射式的偶托 老师察觉到阿灵的压力 表示自己一定会好好保护他 当晚他好心地将阿灵留宿在家中 隔天又起个大早 为他准备了营养丰富的早餐 为了稳定阿灵的情绪 他魄力允许阿灵请一天假 期间可以在自己家好好休息 阿灵紧绷的神经得到了暂时的放松 如果不和小指殉情 或许温柔的老师也可以拯救自己 殊不知他很快就会看到老师的阴暗面 在学校里 小柴老师是出了名的平易静元 无论学习还是生活方面 他总能给学生提出合理的建议 小柴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 实际上他到现在都没有过任何经验 就连紧急避孕药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他躲在厕所搜索着此类药品的功效 吸收了相关知识后 他又敲下了另一个问题 放学回家前 小柴特地买了两大袋的新鲜食材 顺便带上了一盒紧急避孕药 不过当他看到身穿致富的阿灵准备离开时 立刻就瞪大了恐怖的双眼 只见他发疯式地抓紧了阿灵的手臂 无论如何都要让他留在这里 小柴老师把头壶殉情的阿灵带回了家中 并贴心地收留了他一天一夜 就在阿灵觉得老师会将他拉出深渊的时候 对方竟然暴露了偏执的阴暗面 他先是通过强吻请求阿灵不要离开自己家 缓过神后又下跪为刚才那一文疯狂道歉 阿灵从未见过老师如此情绪失控 毕竟在他心里 小柴是这个镇子上过的最幸福的那一类人 可现在来看显然不是这样 不知从何时起 小柴开始厌倦日复一日的教师生活 每天讲着一些没人在意的课程 学生毕业后不会记着自己 年级主任时不时地直权骚扰 就连父母也不再是他的避风港 阿灵紧紧抓着书包的背带 他嘴上什么都没说 内心却和老师产生了共鸣 他何尝不想逃离千疮百孔的原生家庭 逃离这个压抑逼色的小镇 他会因为母亲的一通电话恶心呕吐 小柴也会因为看到他穿上校服突然崩溃 女人急切地想要摆脱老师的身份 为了稳定老师的情绪 阿灵二话不说就换下了校服 翻云覆雨过后 小柴的情绪平复了不少 他将阿灵搂入怀中 叮嘱他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不要再产生和小指殉情的想法了 阿灵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回答 临蝶前小柴告诉阿灵 自己不会一直纠缠她 等到高中毕业 这种私密的关系也会随之结束 与此同时 小指莫名其妙被便利店辞退 就在她充满疑惑之际 阿灵的发小主动找到了她 玄的父亲是这个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 这家便利店也是他们家的产业之一 因此辞退一个员工 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小指和阿灵手牵手狂奔 玄根本不会故意针对她 虽然玄没有名说 但小指敏锐地察觉到 她对阿灵有着非同一般的情感 不过她对两人的感情没有任何兴趣 毕心只想尽快和阿灵投胡殉情 得知小指要拉阿灵自杀 玄立刻坐不住了 她一把掐住小指的脖子 大老头一脸猥琐地盯着女孩的胸部 茶子顺着她的视线低头看了一眼 这才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 她尴尬地攻了攻腰 迅速把零钱找给了对方 不料却再次遭到了闲珠手 就在茶子暗自委屈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面孔突然闯进她的视线 茶子压抑地睁大了双眼 这个胡子男不正是她挚爱的小说家吗 刚才的负面情绪一死而空 她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喜悦 连忙冲到男人身边 胡子男疑惑地盯着眼前的女孩 没想到在这个偏远的小镇 也能遇到自己的疏敏 而且看样子还很狂热 茶子不管不顾地诉说着 对胡子男的崇拜 哪怕传闻中的她是个人渣 茶子也会雷打不动地支持她的作品 说到情绪激动处 甚至直言自己这辈子最大的梦想 就是当她的编辑 胡子男文言没有立刻回应 而是弯腰摘了一只彼岸花 只见她缓缓走向茶子 茶子感动得眼含热泪 随后像接受上天的馈赠一样 恭敬地接过了那只眼花 还没等她好好消化着突如其来的幸福 胡子男就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她 当天晚上 茶子忐忑又兴奋地敲开了胡子男的家门 一进去就发出了一阵惊呼 胡子男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并坦言自己之所以来到小镇 是因为老母亲突发疾病需要照顾 茶子文言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 看来她并非传闻中说的那样不堪 最起码是个有担当的孝顺男人 忽然她像是想到了什么 连忙把手中的文件成递给了对方 里面都是她为小说写下的不厚感 花费了自己不少时间和精力 谁知胡子男只是随口敷衍了一句 直接把文件扔到了一旁 茶子没说什么 但是不禁感到隐隐的失落 就在这时 胡子男一屁股坐到了床上 随后向她发出了爱的邀请 胡子男文言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之后又立刻恢复了平静 一脸认真的向茶子讲起了 自己年轻时和爱人殉情的经历 茶子这才知道 原来胡子男的殉情小说 是根据真实经历改编的 并且她第一次殉情失败之后不曾放弃 一直在寻找下一次机会 就在茶子不知所措之际 手机突然传来了震动 看到屏幕上阿灵的名字 她猛地挣脱了胡子男的双臂 匆匆告别后便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由于这次的经历过于离奇 茶子实在做不到当面讲给阿灵 为了不让对方看出自己的情绪起伏 她特地提议两人都蒙上一块白补 以玩游戏的形式分享彼此最近的秘密 阿灵得知茶子差点被胡子男欺负 气恼地拿下了头上的白纱 与此同时 她在心里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男孩只是跟老师吃了顿饭 就得到了一笔巨款 小柴老师把家门钥匙交给了阿灵 让她时不时来找自己玩 说罢又紧紧环抱住了男孩 提醒她高中毕业前不许和其他人交往 要吃饭只能和自己吃 为了离开这个压抑且没有未来的小镇 阿灵只能默默答应了她 隔天她将自己要考东京的计划 告诉了无话不谈的好友茶子 同时刻意隐瞒了和老师的浅色交易 茶子激动地握紧了阿灵的双手 并承诺自己一定会和她在东京会合 对他们来说 东京虽然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但如果不为此努力 那就意味着一辈子都会被困在这个压抑的小镇 除此之外 茶子也将自己的离奇经历告诉了阿灵 先是幸运地偶遇了挚爱的小说家胡子男 之后又受邀去她家里参观 可如果不是对方突然强求自己和她殉情 这一切本该是个多么美好的故事 阿灵得知茶子被胡子男欺负 气不打一出来 不过最后还是抑制住了怒火 温柔地提醒她以后不要再接近那个人渣 茶子隔着白沙用力点头 并决定利用高中剩下的时间努力学习 争取和阿灵一同逃离这个小镇 话虽如此 但奈何父母根本不想让她离开 母亲用最温和的语气 说着近乎威胁的话 只是上嘴唇碰了碰下嘴唇就能让茶子的东京梦即刻破灭 每当面临崩溃 胡子男的作品变成了她的精神寄托 但一想到对方是个调戏过她的人渣 茶子还是决定忍住要去找她的冲动 而是约出了最懂自己的阿灵 然后将自己对父母的不满一股脑说了出来 茶子越说越激动 而阿灵只是静静听着 突然间她产生了一个恐怖的念头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茶子一脸认真地访问阿灵 如果自己真的要寻短见 阿灵是否会陪她一起 茶子被阿灵的话深深打动 眼中再次蓄满泪水 此时此刻她只想做一件事 那就是靠近 再靠近一点阿灵 赵年前一秒刚夺走发小的初吻 下一秒就找到了崇拜已久的女爱豆 小指以为对方想和自己再续殉情的计划 没想到阿灵却直接跪倒在了她面前 不停忏悔着近些天的所作所为 先是和意外结实的小指进行了淋浴肉的交流 接着用身体换来了偏执狂老师的资助 就在刚刚 她又情不自禁地夺走了发小的初吻 阿灵无比厌恶肮脏的自己 更接受不了她竟以这样的形象玷污了发小茶子 小指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用一抹淡淡的微笑回应了她 阿灵突然按捺不住体内的躁动 紧紧抱住了眼前的女人 随后又在她的唇上印上了一枚声纹 见小指没有抗拒 阿灵鼓起勇气一把将她扑倒在床上 女人只是感慨了一下她的大胆和主动 阿灵就迅速被拉回了李志 哪怕小指一再邀请 阿灵依然坚定地摇头拒拒 并且她瞬间切换到了唇爱模式 载着小指就在小镇都起风 殊不知两人的亲密举动正好被茶子撞到 茶子看到阿灵后座的非常之美女 心中不禁涌起一丝醋意 分明昨晚她还在和自己接吻 今天就和别的女人如此亲密 茶子越想越生气 就在她的情绪瀕临崩溃之际 突然撇到了胡子楠寄给她的文件 或许现在能安慰到自己了 只有胡子楠这个精神寄托了 想到这里 她火速冲到了胡子楠的家中 谁知刚要敲门 就听到了屋内传来了阿灵的声音 原来阿灵刚才之所以在小指冲门 并不是为了和平日里遥不可及的爱豆 谈一场纯情恋爱 而是趁机打听她老公胡子楠的住址 不久前胡子楠把茶子哄骗到了家中 还提出要和她一起训绩 阿灵当然无法容忍胡子楠的冒犯 因此才决定通过小指找到她 本打算默默帮茶子喝退这个人渣 没想到不光没有威慑到对方 反而被胡子楠戳破了自己和小指睡觉的事 茶子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阿灵后座的女人 竟然是两人共同追过的爱豆小指 她绝望地瘫坐在门口 异想声吸引了两人的注意 阿灵凶狠地瞪了一眼幸灾乐祸的胡子楠 随后拉起茶子就逃了出去 可茶子早已被阿灵伤透了心 刚跑几步就甩开了她的手 事已至此 阿灵只好把她和小指的一切都告诉了茶子 当然也包括两人相约殉情迷失 茶子犹豫许久 最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阿灵还刚要跳河 就被好友一把抓了下来 玄恶狠狠地盯着一心求死的阿灵 仿佛在警告她这辈子都不能比自己早走 可阿灵一秒都不想在这个小镇待下去了 只有结束生命才能得到解脱 原来就在刚刚 茶子为了让阿灵放弃和小指殉情的念头 特地将小指约了出来 虽然女人是她挚爱的女爱豆 但自从得知她要以殉情的方式夺走阿灵 很快就拿掉了厚厚的粉丝滤镜 茶子一本正经地请求小指放过阿灵 如果非要自杀的话 完全可以选择她那个 同样在寻找殉情伙伴的人渣老公 没想到小指很爽快就答应了茶子的请求 坚称自己绝对不会再打扰阿灵了 茶子对她干脆利落的态度感到惊讶 不过既然问题得到了解决 便没再多说什么 就在这时茶子的父母打来了电话 她只能暂时离开餐桌 谁知她前脚刚走 阿灵就接连受到了两次打击 小指告诉她 如果两人终止了殉情计划 那么她就再也不可能见到自己了 随后又突然反问阿灵 是否觉得她很像自己的丈夫胡子曼 阿灵不明白小指为何会把她比作那个人渣 心中充满了烦躁和不解 不过更多的是无法和小指殉情的绝望 一系列复杂的情绪缠绕在一起 使得阿灵再次感到无法喘息 她迫不及待地想要了结生命 可谁知却连操控自己命运的权利都没有 悬得出现打断了她的临时计划 不一会茶子也匆匆赶到现场 阿灵看到她紧紧抱着胡子曼的作品 一股无名火涌上了天灵盖 为了让阿灵彻底放弃轻声的念头 茶子只好忍通把手中的文件抛到了空中 同时也明确了自己不会再见胡子曼的决心 就在这时 阿灵突然转向了一旁的悬 原来阿灵一直对小指的话耿耿于怀 甚至开始怀疑胡子曼是否是抛弃自己的父亲 没想到她刚说完自己的猜想 就被玄果断否定 为了解答阿灵的生负之谜 玄将阿灵带到了一处出租房前 不一会儿 本呆职业班的阿灵妈妈 突然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中 只见她神秘兮兮地敲响了一户家门 一个男人环视四周后将她放了进去 让阿灵惊讶的是 这个男人不是别人 而是玄的父亲 原来阿灵小时候经常遭到生负的家暴 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 阿灵妈妈找到了玄的父亲 男人凭借强大的势力将阿灵生负轰出了小镇 为了回报对方 阿灵妈妈事后便决定以身相许 而且这段畸形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女人刚想品尝一下面前的美味 就被少年一把推开 力度之大误伤了桌上满杯的咖啡 看着少年眼中的闲雾 女人内心偏执的一面再度被激发出来 原来不久前阿灵和小柴老师定下了不成文的规定 只要阿灵能在毕业前和自己保持肉体关系 那么对方就会给她一大笔逃离小镇的财产 可是就在刚刚 玄告诉了她一个不得了的秘密 母亲为了保护阿灵不受欺凌 一直和玄的父亲维持着畸形的成人关系 并且身为多年的好友 玄对阿灵表现出了极强的控制欲 甚至不惜以阿灵母亲无私的哀悼 得绑架她留在镇上 除此之外 玄还承诺一旦她继承了父亲的产业 会尽全力让阿灵过上结婚生子的完美人生 阿灵听出了玄恐鹤的意味 瞬间被这份沉重的挨压都无法喘息 只有尽快逃离这里 才能透过水面大口呼吸 而且这一次 她还要带上可怜的妈妈 痴呆的奶奶 和脾气暴躁一事无成的哥哥 她把自己的想法讲给了小柴老师 希望她能提前把那笔钱施舍给自己 可小柴却不同意她带走一大家子人 因为只要有他们存在 阿灵的一生注定不会轻松愉快 而且说不定她眼中的可怜母亲 可能很享受跟玄父亲的秘密关系 阿灵被小柴的话深深刺痛 当即就放弃了向她寻求资助 不过小柴却有了别的打算 隔天一早 女人特地将阿灵母亲叫到学校 并把阿灵想要考去东京的想法告诉了对方 母亲嘴上说着会支持阿灵的选择 一离开学校又开始用爱的名义 逼她留在镇上 此生都不要抛弃这千疮百孔的原生家庭 与此同时 小柴老师开始莫名其妙地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阿灵的生活一如既往的压抑 只有和茶子在一起的时候 才能感受到一丝放松 殊不知茶子内心也潜藏着对阿灵的控制欲 她破天荒地带阿灵来到一处网卡 谈话间突然开始宽衣解怠 随后又哭着请求阿灵和自己发生关系 只为成为阿灵心中最特别的那个人 阿灵配合地将她压在身下 却没有继续做进一步的动作 她温柔地告诉茶子 自己其实不止和一个女人做过 所以如果茶子非要和她发生关系 反而不再是阿灵心中最特殊的那个人 茶子被阿灵的话深深打动 也明白了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分量一直都很重 于是最终决定保护这份纯洁的关系 而阿灵也绅士地将衣服盖在了茶子身上 谁知就在两人如是重负地走出网卡时 小柴老师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门口 这可能是全日本最漂亮的疯癖老师 为了得到班上的小鲜肉 偷偷跟踪了她整整一天 并大言不惭地要和对方进行潜色交易 阿灵从没见过如此偏执的小柴老师 强装冷静地婉拒了她的请求 没想到小柴当晚就找到了阿灵的母亲 直言自己要用千万日元买下她的小儿子 阿灵母亲嘴上答应了小柴的条件 私下却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地 告诉了阿灵的发小阿雪 并引导她去狠狠教训一下这个人渣老师 与此同时 阿灵为了完成和爱斗小柴殉情的愿望 不顾一切地奔向了女人家中 没想到却偶遇了小柴的丈夫胡子南 胡子南得知她的来意之后非但没有生起 反而十分客气地邀请她上去坐坐 还告诉了她小柴的行踪 得知小柴回到了东京 计划落空的阿灵很是失落 胡子南察觉出她的难过 立刻献上了神助攻 只见她大方地递出几十万款 让阿灵随时去东京找小指挥盒 自己可以帮她办理一切手续 阿灵收下了胡子南的施舍 隔天便决定和茶子踏上去东京的旅程 她将现今原封不动地交给茶子 叮嘱对方在神社等着自己 而她则要先去找胡子南确认一件事 那就是对方是否是她的亲生父亲 谁知她刚走出几步 就收到了一则母亲意味深长的短信 其实胡子南并非阿灵的父亲 而是她母亲年轻时的老情人 就在刚刚 母亲从胡子南那里得知了 儿子要去东京的消息 瞬间变得十分紧张 为了阻止阿灵离开小镇 她决定以自杀胁迫对方留下 阿灵察觉到母亲亲生的念头 飞奔着赶回了家中 不过她并不是为了阻止对方 而是要跟母亲同归于尽 就在她准备动刀时 脑海中浮现出小指邀请她殉情的场景 恐惧感顿时减轻了不少 为了和阿灵永远在一起 母亲随即也将刀插入了腹中 两人的呼吸逐渐变得十分艰难 阿灵强忍地疼痛到 出了自己憋在心里十余年的话 母亲为这个家吃了不少苦头 而阿灵的存在则成了支撑 她走下去的动物 可阿灵并不想保护谁 也没有能力保护谁 母亲的依赖反而让她觉得无法喘息 自己之所以想要轻生 离不开母亲带给她的压力 一席话让母亲慌了神 她不想让阿灵因自己而死 于是紧捂着伤口出门寻求帮助 与此同时 一厢情愿想和阿灵私奔的小柴老师 被悬找上家门 并遭到了对方的一通打骂 好不容易甩掉悬的纠缠后 小柴第一时间就疯狂地 向阿灵家中赶去 不料一脚油门踩下去 一队小镇母子相继自杀 就在他们一人挨了一刀之后 母亲突然后悔着跑出去求助 不料被一辆急驰而过的车撞倒在地 车上的女人是一心要和儿子私奔的班主任 小柴老师见阿灵母亲呼吸上唇变没在理会 而是静止向屋内走去 与此同时 阿灵的发小阿璇也找到了这里 看着奄奄一息的阿灵 她来不及思考 第一时间就叫了救护车 璇此生唯一的愿望 就是和阿灵在这个小镇慢慢变老 她不允许阿灵有任何操控命运的念头 哪怕是终结自己的生命 好在她的及时出现 阿灵和母亲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为了不让阿灵担心家中痴呆的奶奶 家境优渥的璇 第一次放下身段担当起了护工的角色 同时帮阿灵料理好了一切住院的费用 就在这时 她无意间撇到一旁的烟灰缸 一段可怕的儿时回忆涌入脑海 原来阿灵自小就被生负家暴 甚至数次被对方打到一时模糊 而那只烟灰缸就是她的武器之一 躲在柜子中的璇 第一次看到这种残暴的场面 被吓得完全无法大口呼吸 同样躲在身后的阿灵母亲也浑身哆嗦 女人说罢就颤颤巍巍地 将刀塞进玄的手中鼓动她解决自己的丈夫 下一秒 刚才还无比嚣张的家暴男静静躺在了血泊之中 年幼的玄也没想到 自己第一次动手就了结了一个人的性命 或许就是从那天起 她对阿灵产生了畸形的爱 并决定一辈子把她留在自己身边 因此当她撞见曾邀请阿灵殉情的小指出现在医院的时候 一股危机感油然而生 当初就是因为小指 阿灵才萌生了轻生的念头 分明自己已经警告过她不许再靠近阿灵 没想到这个女人还是相当固执 为了让她知道不听话的后果 玄将她引到一处远郊的仓库 随后展开了一系列暴击 她越打越生气 恨不得立刻送这个所谓的女爱斗下地狱 谁知就在她要发出致命一击的时候 尾随而来的阿灵拦下了她愤怒的拳头 大伤未遇的腹部又渗出了大片鲜血 但看到玄将小指扛了出去 阿灵还是强忍着疼痛站起身跟了上去 见阿灵对一个没见过几面的女人如此痴情 玄的心像被刀割了一样疼 她冷冷道出了自己当年杀害阿灵父亲的后续 那时阿灵被打得陷入昏迷 对父亲的离开全然不知 最后玄的父亲凭借强大的势力帮玄瞒下了此事 并且把尸体埋在了这片森林 而现在玄打算把小指也埋在这里 没想到事到如今阿灵还是不肯回头 失望和愤怒瞬间将玄淹没 她狠狠掐住了阿灵的脖子 不过面对喜欢的男人 最终还是没有下得去手 不争气的泪水奔涌而出 玄终于说出了憋了很久的那句话 阿灵苍白的脸色没有任何变化 仍想和小指继续他们的殉情计划 玄深知自己拗不过对方 悲愤地留下两人独自离开了森林 不过下一秒 她还是心软地给医院打去了电话 她告诉警察自己杀人了 警察问她什么时候 小学五年级那年 警察听完都乐 让她赶紧回家找妈妈 玄正准备回去 没成想撞见了老师 老师说你以为我在坐牢吗 我今天是来答谢警官的 之前的交通事故151是全招了 我没有肇事逃逸 他们把我关了一天就放了 虽然丢了学校的工作 阿灵的妈妈应该也醒了 我以为把她撞死 不过听说她要一直躺在医院 以后就不会妨碍我和阿灵 玄说你真变态 以后不准你再靠近阿灵 老师冷冷地笑 另一边阿灵和小指得救 小指觉得活着真好 她说阿灵比她坚强 一直辛苦照顾妈妈和奶奶 还有哥哥 真了不起 也许以后我们要生活 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但我会一直记得 故事最后 阿灵没有去上大学 而是选择留在小镇打工照顾母亲 茶子独自去了东京 小指回到了女团 成了超级偶像 唯独好兄弟玄一直陪着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工照项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